同样是挂在海里的串串 养殖一辈根本不用拴住 它们并不会像扇贝那样 一言不合就逃跑 只要把被苗随便搭在绳子上 要不了多久 它们就会作茧自腐 两三块就能买到一斤的海鲜 便宜不是没道理的 养殖一辈真的不费工 再一辈疯缠的海域 收集千万被苗只要一根绳子 每年的一辈繁殖剂 工人就把绳子拴在一辈栖息地附近 要引苗上钩非常容易 纤维粗糙的绳索 可以提供稳定的居所 绳面精心培育的藻类 是它们最喜欢吃的食物 这不是理想的扎根之地吗 烂石头不愿留 塑料绳挤破头 幌子一出 一被苗就纷纷傍上去 殊不知这是一条不归路 如果食物的吸引力不够 工人还有另外一种套路 这些堆积如山的渣子 就是往年送走的牺牲品 就算只遗留一丁点贝壳 也要被榨取剩余价值 工人把贝壳装进网袋 运到一辈的栖息地 紧接着拴在绳子或者架子上 投进大海 如果使用的是陈年老辈 则需要经过多一道工序 把用网袋装好的一贝壳 投进机器进行碾碎 让这些在时间的洗涤中 早已所然无味的贝壳 重新散出咸香味道 吸引住客的到来 有一辈喜欢的食物 或者生长需要的元素 不用特意的招揽 它们就会自投罗网 半年左右 轻飘飘的绳索 变成了一条条 沉甸甸的巨物 大腿粗的圆柱 都是撅着小嘴的一辈 放眼望去 宛如悬挂海中的猪翠 此刻对它们来说 绳子上再也没有任何发展空间 再这样下去 即使今年累月 也摆脱不了海瓜子的命运 为了一辈都能长大 工人开始重新规划它们的生活 它们用起重机 把一辈苗从海里捞起 随后通过机器 把它们从绳子上扒下 接下来去掉贝壳身上的累赘 以及掺杂其中的不速之客 除了天敌之外 能跟一被抢资源的生物寥寥无几 虽然其行动不便 但论抢地盘 它们从来没有输过 就连来自地狱的恶魔藤壶 也不是它们的对手 大多时候抢不到地皮 只能勉强在一被壳上狗活 一被霸道的性格 毫无疑问 成为其他贝类养殖人 最讨厌的动物 以生蚝为例 一被不但会抢占资源 还会把龙眼封闭 让生蚝活活闷死龙中 要除去这些可恶的一被 每隔一段时间 养殖户都得花上大力气 因此 在一被盘踞的绳子上 并不会长出太多的杂物 只会出现几只螃蟹 以及一些夹缝求生的生蚝扇被 工人把处理完的一被苗 用麻袋进行打包 随后全部送回仓库待命 对于一被栖息地被破坏的地方 获得被苗则需要花费一番功夫 这是一批经过层层筛选的准备 论大小体型 都无法挑剔 一被每年繁殖一到两次 产量一般有体格决定 为了让它们早点交活 工人往盆里注入一波暖水 模拟海里一被繁殖漆的环境 在一阵阵热浪袭击中 种被体内产生了急剧的反应 纷纷向水里吐出卵子和浆液 一被繁殖不用激烈交战 靠的是体外受精 把自己的东西喷在水里就完事了 两种细胞有缘相间 就会结合形成新的生命 磁被一到两岁性成熟 生产力非常经元 一胎就能产下一千多万枚卵 仅仅几十只种被 就能完成养殖场的繁育大忌 只要几天时间 成熟的受精卵 就会发育成蠕动的幼虫 接着变成一颗颗带毛的圆饼 此颗的一被是自由的 一被幼虫能够通过这些体毛游泳 寻找同类的聚居地 跟野生的被苗相比 人工育种地过得相当幸福 住的是精心营造的环境 吃的是专门定制的枣类 而且顿顿管保 再也不用挤破头 就为了多过滤一口海水 在室内待了几周后 幼虫完全变态 成为一只真正的一被 此时它们还没完全具备野外生存的能力 工人把被苗移到室外进行喂养 让它们逐渐适应海洋的环境 在黑色的育苗盆生活半年左右 被苗长到了指甲盖大小 跟野外收集的一样 此时它们可以到宽阔的大海 占取一席之地 工人把一被苗送进分苗基 按大小进行筛选后 把它们封印在绳子和网罩之间 做成一根根一被相长 这是为一被而生的纯棉网罩 与其说限制了被苗的行动 不如说这是一种特殊保护 有了这防护罩 海鸟鱼类不会轻易打它们的主意 等到一被在海里站稳脚跟 就会完成使命自动降解 工人把做好的一被香肠带到海里 把它们一条条拴在一根粗绳上 随后在绳上每隔几米挂上福利球 把它们全部投到海里 工作到了这里 剩下的就是坐享其成啊 一被养殖不需要投喂任何东西 它们一天能过滤几百升海水 里面的营养足够填饱肚子 难道工人不会担心网罩化了之后 一被逃跑吗 对于这一点 工人放心得很 没人比他们更了解一被的本性 它们下水的第一件事 并非立马敞开肚皮 而是稳固自己的地位 能够生根的生物不单指植物 一被也有这种本领 这些根绪不是青苔 也不是海草 而是一被身上吐出的蛋白质 确认没危险后 一被就会把触手慢慢探出壳外 这根柔软的肉腿不但能够辅助移动 还有一项连科学家都探为观止的秘籍 一旦碰触到坚硬的物体 就会立马稳住不动 随后以眉腿里面的一根管子为模具 抽出一缕白色丝线 牢牢粘在固体上 和海水产生化学反应 白色很快变成黑色的硬虚 根据一被根系的研究 能够在水里使用的无毒胶水就诞生了 一只一被能抛出几十到上百根安全带 有的落在绳子上 有的挂在兄弟旁 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别说逃跑 外力来袭都不一定能拽掉 除了拥有自我束缚的功能外 一被非常容易伺候 对环境一点也不挑剔 能扛得住零度的海水 在岸上曝晒一天也没有问题 从热带到寒带 几乎都有自己的亲戚 就连寸草不生的污染海域 他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适应环境方面 藤狐在一被面前只是个曾孙 一被是绿石动物 他还是出了名的藻类垃圾桶 小嘴一张一盒间 所有路过的浮游生物和有机颗粒 几乎照单全收 那么问题来了 这里不犯有毒藻类 有些连他们自己都拿捏不住 一不小心就小命呜呼 如这满滩的一被躯体看着可惜 连饿三天的海鸟也不敢吃 因此在污染或泛过红潮的海域 生长的一被有毒 并不是谣言 人类物食 轻者喷射 重者归天 两三个月后 网照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没有制约的一被 用力向外生长 抢夺身边的第一手资源 此时他们已经在绳上站稳了脚跟 可以安心地享受 海水送来的美味 在海里待了一年左右 一被长到了七八厘米的个头 这就意味着可以上桌了 工人随机提取了一些宝贝 为了帮他们检查身体 必须提前把他们送走 随着盲盒拆开 呈现在眼前的都是满满的一被肉 唯一不同的是 有的肉质成黄 有的颜色苍白 完全没有食欲的白肉 难道是没发育好吗 并不是 一被一到两年就到成熟期 成熟的成黄 那是慈悲 白的则是宫的 除此之外 惊艳老道的工人 只瞅一眼外壳就能辨别一被的年龄 根树的年轮一样 贝壳上面的每道纹路 都是岁月的印记 工人甚至还能通过纹路的宽度 确定他们的生活好过不好过 食品安全大于天 鉴于一被是个贪吃鬼 一部分一被会先去送检 技术员将它们全部拆封 通过各种检验 确认达标后 才开始进行大规模捕捞 经过一年的生长 轻飘飘的一被香肠 长到了上百斤重 工人不得不请出这位大力水手 烧油的就是不一样 只需几秒 洗重机就把串满一被香肠的绳索 成功提起 工人把绳头挂在脚架上 在传送带和拉力的作用下 一被被挡板刮下 送到后方的编织带中 绳子则再次回收利用 每个袋子能收纳一吨一被 等到甲板全部塞满后 渔船开始返航 把一被送到岸上的加工厂 然后送去清洗系统 经过几轮冲洗后 通过滚筒把它们拆散 紧接着用高压水枪 帮它们清除身上所有累赘 就这样简单的工序 脏兮兮的一被 随之化身为嗅涩可餐的美味 经过大小筛选后 一部分由工人用网袋打包 送到附近市场 一部分装进水箱 运到世界各地 一被生命力非常顽强 别说水箱运输 在阴丹的环境中 也能活上十几二十天 代价就营养消耗过多 身体消瘦 国内大多地方 都没有食用先辈的习惯 一被在国内 一般被称为海红或者清口 从南到北皆有养殖 大部分一被一出水 就被工人用水煮熟 去掉杂质玻璃被肉 接着把它们放在太阳底下爆晒 或者直接烘干 制作成蛋菜 作为干货进行销售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